关于谢霆锋和张柏芝之间的事情,想必很多人都为他们感到遗憾,曾经大众眼里的金童玉女,如今却成为了路人,对此很多人都是唏嘘不已,两人离婚后,两个孩子都是张柏芝独自抚养,从这一点来说,张柏芝是非常的不容易,为此他还推掉了很多的活动和剧本,目的就是为了多陪陪孩子,不过作为父亲的谢霆锋却不是那么的尽职尽责。 自离婚后,谢霆锋很快就搭上了王妃,两个人关系密切,遭到很多网友的攻击,不仅如此,谢霆锋甚至对自己的儿子都不是很上心,真是叫人心寒,相比之下,谢霆锋的父亲谢贤却是对张柏芝格外的照顾,近日,谢贤更是在节目中谈及到自己的后世,他在节目中交代自己的后世,谈言说自己要把所有的财产全部留给张柏芝,谢贤谈言说张柏芝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非常的不容易, 而且还总是带着孩子来看他,这一点对他很是感动,这点钱留给他,就算是对他和孩子的补偿吧。 谢贤的这句话听起来还真是叫人挺暖心的,不过谢霆锋得知此事后,态度也反应很强烈,他只回了八个字,他和你没有关系了。 谢霆锋的言外之意就是说张柏芝和谢家早就没有了关系,也不是你谢贤的儿媳妇了,你把财产留给他,实在有些说不过去。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?